大家好,我是Vivian,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的主题呢,我真的好久好久没有做了 上一次做爱用品应该是在三月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多伦多还大雪纷飞 其实呢我也不知道这个主题大家爱不爱看 但是毕竟已经好几个月过去了 我或多或少的还是有积累一些我的爱用品的 所以呢,废话不多说,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那么首先呢,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进入夏季以后我比较喜欢的护肤品 那首先我的肤质呢,到了春夏是一个混合偏油的状态 到夏天呢,我个人是比较注重清洁 还有去黑头去角质这些步骤的 最近第一个说的呢,是两个面部磨砂的产品 是这两只 那它们一个是开架,一个是专柜 那我们先从平价的说起好了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St. Ives这个牌子 我觉得北美的小伙伴应该非常非常的熟悉了 因为它们家出了名的就是大碗好用 我自己呢,其实一直在用它们家的沐浴液 真的是从品质到价格都是没得挑 然后刚刚好我手边有一个空瓶 就是我刚刚用完的一瓶它们家的沐浴液 但是顺便说一下,这个味道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 我觉得超级的夏天,叫做Pink Lemon and Mandarine 就是听上去大家知道,就是非常的水果 非常的清新的感觉 那这一款呢,是我第一次买它们家的磨砂膏 然后我当时有看到它们有分好几种 都是按照不同的强度来分的 所以我想因为要先试一试嘛 所以我买了一个这个是Gentle的 这个产品呢,它是强调一个百分之百的天然 然后它主要用到的就是这个Apricot 这个涂上的这个叫杏子这种水果 那它挤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大小的颗粒真的就是舒服得刚刚好 就是能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 但是你又不会觉得疼 因为本身我也没有吃过杏子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就是杏子它本人的味道 但真的就是非常的清新淡雅 一点都不会冲 就是整体的使用感是一个非常舒服 一个很享受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洗完脸以后 第一个感觉就是皮肤变得非常非常的水嫩 第二个呢,就是皮肤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滋养 我觉得哪怕是到了冷一点 到了秋冬也是应该很好用的一个磨砂类的产品 第二个产品呢,就是来自切尔士的这个Facial Scrub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它上面写的是Skin Buffer for Men 没有错,大家可能会觉得你怎么这么重口 这个是男士使用的磨砂膏 女生用的,皮肤上烂了 那这个磨砂膏呢,其实是我两年前买给我老公用的 其实呢,我给他买过不少基本的男士护肤产品 但是他真的没有坚持在用 那这个算是他用的频率相对来说是最高的 而且我采访过他,他真的很喜欢这一款的使用感 那因为他老是闲置在那里,我又不想浪费 所以有一次我就自己拿起来用 然后结果发现非常的好用 本来呢,我是想给男生用的磨砂膏 肯定非常重口 就至少按摩起来,这估计要是掉一层皮的 但结果没想到它里面的颗粒其实也非常非常的细 气耳式的这个呢,膏体是偏黄色的 它这个里面的颗粒呢,颜色是偏深 所以看上去比较明显 但其实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细 哪怕现在我比较用力的在手上这样搓 也一点都不觉得疼 那这个味道闻上去呢 就比刚刚那个要曼了 因为它不是偏水果味的 我觉得它的味道偏薄荷,就比较清新 那它的使用感跟刚刚那个不同的地方 第一就是它有一种清凉的感觉 所以尤其我喜欢在夏天用 那可能也是我自己个人的喜好 我非常非常喜欢在夏天用清清凉凉的东西 所以这个用完就是一种爽的感觉 就是很去熟 而且这款磨砂膏一个特别显著的一个效果 就是洗完之后你的脸蹬了一下就亮了 就可以说像白了一个度一样 当然这虽然这是暂时的 但是你能感觉到它是真的把死皮啊什么的磨掉了不少 我觉得呢如果你是女生对这个可能有点望而却步的话 也可以买来送给自己的男朋友啊或者是老公 然后你就可以拿过来试试看嘛 我觉得肯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接下来呢是一个面霜 它可以说是我的心头爱 就是常年回购不用讲 它呢就是来自Origins的这个人参面霜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适合混油皮夏天使用了 首先呢它的质地是这种偏果冻的 就是非常的轻薄 你看就是这种很呆呆的这种果冻感 非常的好推开 好吸收 然后零负担 还有一点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它的味道 它是一种非常自然的那种橙子味 就是水果味 在夏天真的是好舒服 非常非常的清新 那这瓶应该是我回购的第二瓶或者是第三瓶了 我有点不记得了 那我暂时是完全没有找到期待瓶 我觉得除非我碰上什么好用的sample 我才会去考虑去买一个正装的大瓶去代替它 不然的话我觉得今后的每一个夏天 我应该都会用它来做面霜 进入夏天以来呢我发现我最常用的彩妆 就是这个系列 这个系列呢是五月份colourpop跟sonia asmat出的一个合作款 那其中包括了一个眼影盘 然后一个面部的撒红加高光 还有一个小套装的这个唇部蜡笔 一共是五个颜色 我当时看到官宣图我想都没有想 就是这个系列的感觉还有颜色真的太戳我了 那我今天的这个妆其实全部用的都是这个系列 我觉得它这个系列的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微妙 首先它的颜色其实都是偏暖偏橘调的 但是它搭在一起呢用现在很时髦的一个词来形容 就是性冷淡风 那我的肤色是黄二白嘛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适合黄皮 那其实我知道这个系列不是那么的热门 尤其是跟现在红的不得了的那个玫瑰盘 还有yes please那个眼影盘比起来 这个系列建起的浪花可能就这么丢丢吧 它在官网已经全部搜到它了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拿出来当爱用品讲 不知道对大家会有多少的帮助 但是我真心真心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系列 而且谁知道呢泡泡不是经常会出复刻版嘛 所以我觉得如果它再出复刻版的话 大家不要犹豫 我觉得这个系列真的是又美又实用 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才发现的品牌 它的名字叫做Ocan Fort 这个牌子呢是我上个月有一次在逛街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的 当时首先吸引住我的呢 就是它陈列衣服的方式 它是按颜色排列的 就是一眼看上去就 如果你有强迫症的话 那一刹那你就觉得被治愈了 好爽 那我进去逛了一圈之后呢 我发现这个牌子实在是太对我的胃口了 那他们家强调的就是一个极简的风格 后来再网上搜了一下 那其实这个牌子也挺年轻的 它是2010年的时候成立在加拿大的温哥华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加拿大的小伙伴 也可以去支持一下我们本土的品牌 我当时呢是在店里面买了这一件上衣 那这件衣服其实我在之前的那个淘宝开箱视频里面就有穿 然后有很多小伙伴问我是在哪里买的 那就是在这个Ocan Fort这个店里面买的 然后我前两天上他们的官网查他们现在是restock了 而且不只有这个粉色还有鹅黄色还有一个什么颜色 好像有三个颜色 那这一款呢是不分size的就是统号 然后穿上去的感觉就是比较宽松比较惬意舒适的那种风格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适合夏天 除了衣服呢我当时在店里面还买了三副耳环 他们家基本上配饰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非常喜欢 那首先第一副就是我现在戴的 这个绿色的 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的脸型是偏圆的 或者说你的颧骨这里比较肉一点的话呢 这个脸上的配饰最好是选那种比较有棱角的 比方说这个它是长的或者是那种三角的都会比较修饰你的脸型 就会让你的脸看上去拉长一些 那第二副呢长这个样子 那这副耳环我真的是超级超级的喜欢 因为它非常特别 而且带了一点那种小复古的感觉 而且呢它不光有圆形 它还有这个底下的方形也会比较修饰脸型 所以我超级的满意 那最后一副跟刚刚前面两副比起来 真的就是显得格外的普通了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这个款式其实我觉得在淘宝上可能也能找到不少类似的 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那他们家的耳式类一般价格是在20到50加币的样子 然后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他们家这个质量都做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值的 下面要东西呢是一瓶香水 这一瓶呢就是非常有名的尼罗河 这瓶尼罗河呢对我来说真的就是无法取代 它就是夏天的味道 就是沙漠里的绿洲 那它总体来说呢 就是非常非常清新的花果香调 那乍一闻呢它的柑橘的味道比较强烈 那它官方的介绍里面是说里面还有茉莉花 睡莲 橙花 柑橘 花果树 青萌果 应该就是柠檬类吧 那如果要形容我对它的感受呢 就是那你想象一下 现在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闷热的夏天 你被困在一个塞满了人的电梯里 电梯里面呢有那种穿着跨来背心的大汉 和那种刚打完球的那种男生 全身都是汗臭味 那在这个时候如果你闻到了尼罗河的味道 得救了 好 那最近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在看中国有嘻哈 那最后呢 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 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rapper 它的名字呢叫蛋宝 那蛋宝呢是一个台湾的rapper 我首先觉得它的音乐非常的特别 因为它是走比较日系 就是叫Jazz Hip Hop的那个风格 就比如说在中国有嘻哈的这个比赛的场上 应该是没有任何一个选手是走它这个路线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路线本身就不太适合去比赛这个样子 它音乐的风格呢 我觉得从整体上来说就是非常非常轻松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它的歌呢哪怕是你在工作学习的时候 当做背景音乐听都会觉得很舒心很轻松的 然后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词 我非常非常喜欢 它的词给人的感觉就是漫不经心的在 威威到来一个故事 然后如果你去看这个词的话 你会发现它说的点呢都是非常非常的细腻 甚至是琐碎 但是我觉得就非常能打动人 而且它的词对我来说很有代入感 就是比较像我们这一代人会经历的事情 会苦恼的问题 就比方说它有一首很有意思的歌叫热水澡 那首歌就是在说洗热水澡是一件多舒心的事情 但是它把整个的过程描述的非常非常的具体 里面一个细节我特别喜欢 它就是说有的时候其实也不是为了洗澡 它就是喜欢忙碌了一天以后站在水龙头下 让水从头到脚的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的那个感觉 这些都写在那个歌词里面 我觉得真是非常的妙 它还有一首歌呢是描写你在谈恋爱之前 就是可以说最美好的那个暧昧阶段 那种非常微妙的心理活动 它都抓得特别好 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说它的话呢 我建议你先去听一首歌叫Hit the Rhyme 我觉得这首歌应该算是它的代表作吧 就是也是我入坑的一首歌 就是整首歌的节奏啊歌词啊 还有所谓的专业方面的比如说韵脚啊 押韵啊这些技术上面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的棒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次的七月爱用品啦 希望你们会喜欢 不要忘了给我点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